所以這不是11月12月這樣子 有可能會有調整 例如今月 譬如說他們那邊有的有建議說 譬如說9月或10月 那其實之前我們本來有想到說 是不是要明年12月 所以我想各個部分大家都可以來想 主要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說 11 12月是認為說 這個振興方案下去以後 假設還是有受到影響 如果營收還是沒有上升還減少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要預補 所以那個比例比較寬 其實只有15% 但是如果要往前或往後 那可能包括這個比例 這個可能必須要做調整 不過這個都還沒有定 就是大家會在做一些研議這樣 部長有確定是救援基金要付錢的嗎 目前那個財源部分還在討論之中 不過那看起來因為可能 我們救援基金的機會比較大 對 然後我們會再討論一下 所以主要是補貼明年 可能1月到6月 補貼期是 就是明年的6月 1到6月 我們就是以跟我們那個 特別條例的期間 因為疫情不好的問題 主要這個是因為疫情才來做補貼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1到6月 好 一時